等等等等 小智就要出场了 说真的有点想念他 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一阵子 带给我们那边很多的欢乐 尤其是比对他的论文的过程 大家超欢乐的 每个字都一样 标点符号都一样 你知道我们现场比对 大家都嗨得一塌糊涂 流量也超高的 那这个小智最近有点哀怨 有点或是哀怨或是傲娇 或是有点心酸 以他那么爱发文 那么喜欢秀他的长腿欧巴的那种个性 你知道他沉默一个月应该很难过吧 大家一个月之后 我们看到他之前有发文 讲了一大堆 然后呢有点崩溃 这个败选检讨报告 详细文本一万字 里面没有点名 都没有点名 没有蔡英文三个字 没有啦 没有苏文昌 也不会有林志坚 没有人那么白目 对不对 没有写名字 那怎么写呢 郑文灿 在候选人论文学论世界的应处部分 本次选战中有多组不同的党派 跟阵营的候选人 都面临论文争议 注意哦 这个党派跟阵营的候选人 候选人候选人 因为他也有论文问题 但我不是候选人 对不对 所以不要把我算进去 我不是 都面临论文争议 就成为本次选战中突出的议题 未能止血设下停损点本党应处方式 使得外界加深了对本党处理态度的不满 除了造成候选人退选的政权换降 影响到其他县市的选情 把自己从这个检讨报告里面切割开来嘛 而且还用本党不用蔡英文处理 对啊 对啊 全部都孤隐其名 那网友说什么 讲林志坚 我待会把这个林志坚脸书调给大家看一下 当初全当挺艺人实在有够讽刺 你自己抄袭被抓笑死 三杰益跳车了 也不说你自己是抄袭仔 当初无脑相提你也有一部分 这篇同篇没有提蔡英文 就是个假检讨 那即使这样 名字已经不提了 这个人还是有意见 来我们调出一下这个林志坚的脸书 超哀怨 告诉大家 由于通篇报告 唯独点名我个人 我认为有必要向社会报告我的看法 巴巴巴 先是诚挚道歉 然后角逐桃圆市长 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然后巴巴巴 让我决定参选的关键是什么 配合民进党整体选战的布局 你们叫我选的 现在来检讨我 对不对 我又没有很想选 是吗 既然参选是我的选择 我必须负起完全责任 我是负责的 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负责 对不对 党内同志提出的所谓一师五命的说法前 基于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不愿意看进社会陷入无尽的仇恨动员 当时我已经开始严肃思考退选的可能性 几经沟通说服 在这个选推会成员共同决定下 我正式退选 然后巴巴巴 今日败选街道报告 林志坚啊 是唯一被具名提及的党同志 我愿意承担责任 表达我最深切的歉意 我觉得这题还是得杨敏你来讲 你来讲一下 林志坚心里面OS是什么 对 XXX吗 应该是说 就是他这一篇我觉得是一个不对 不正确的公关处理 就是如果你今天需要 我讲前面都不要谈 你就直接从 那个今日的败选监讨报告 林志坚是唯一被具名提及的党同志 最后两段就好了 有道理 最后两段就好了 前面通通是 通通是狡辩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民进党既然已经说了 这个论文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好 可是他们现在民进党官网 他们有个叫辟谣专区 辟谣专区你看 林志坚论文是原创 还在啊 还在啊 都还在啊 对不对 都还在啊 这个我不知道 杨敏找到的哦 好棒啊 这个你官网上面都 你没有检讨啊 你这个报告检讨 但是你的官网上面都还是说 林志坚论文为原创啊 所以这个官网上才是真的吗 这个就是之前 之前你发的新闻稿 如果你们真的有检讨 过去你发的这些内容 应该要把它下架啊 应该要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 这个学术单位也好 那林志坚写这一大篇到底在干嘛啊 他是到底干嘛 其实我认为他的重点是 第一个他愿意承担嘛 对我觉得杨敏讲的太好了 这个林志坚说实话 这里面又没有林志坚三个字 你自己挑出来干嘛 没有没有 郑文燦有在记者外面上 记者会他说对林志坚 他口头嘛 对他口头有讲 对他口头嘛 对不对啊 所以林志坚就马上崩溃了 对所以他没有他觉得最最最生气的 我们曾经在桃园三结役 对 结果今天是大哥 而且你自己也有论文问题啊 对所以你说大哥今天居然把我点名出来 哎呀太可恶了好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从全党挺艺人到现在是全党怪艺人 他叫艺人占全党吗 他现在一个人他只能告诉大家 好啦你们要怪我没关系啦 哎但是他最后一段呢 他是说面对什么国际情势啊 什么中国什么文攻武克啊 鬼局多变 对 重点他来他强调 他说我们要为这个团结一致 为国家进步人民生计守护台湾 一直奋斗下去 这是在讲他他不会退出啊 小智会继续站下去啊 所以重点只有在后面这几句是啊 没有我的解读是说这一篇 因为其实林志坚如果他对政治没有 就是说已经死心了 就是说他没有要再继续的话 他不需要发这篇文章 他这一篇很明显就是 我愿意承担 但是哎来个教育部长吧 来个什么什么内阁团队吧 所以他前面写一大堆是跟 他跟大家讲他为党受了很多委屈吗 对对对 对不对啊我承担了很多啊 你们叫我退我也退 你们当初你们叫我选我就出来选 你们叫我退我就退啊 我这么乖 对不对 干妈又这么疼我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有太多的是假讯息啦 比方说他讲说在这个党内讨论一失五命之前 这个他就已经主动思考退选 骗人 因为一失五命是7月25号 高嘉瑜在节目里面 在友台的节目里面讲的 7月24号刚刚那篇 那个林志坚论文为原创 刚刚那个辟谣专区 那一篇就是7月24号林志坚亲自开记者会 郑运鹏帮他做简报的 你来丢出来 来丢出来导播看一下 哎民进党 现在的官网 官网辟谣专区还有一个林志坚论文 为原创 就是7月24号 你没有看错 就是7月24号 最新市政公布 最新市政公布林志坚论文为原创 就是那一场郑运鹏帮林志坚 这个简报的那一场记者会的同时 你看你隔天高嘉瑜说了一失五命 你有退选的迹象吗 没有啊 你后面还开了第二场记者会 还开了第三场记者会 你看啊 现在这个蔡英文请辞嘛 这个卖卖在站带嘛 然后这个大家全部躺平了是不是 整个官网现在完全躺平 还告诉大家是原创 还是说这个永远不会下架 永远就放在这里啊 因为到此刻为止蔡英文也没有 蔡英文在那一天记者会当中 不是还在讲还在等宿院的结果吗 所以所以我说这个辟谣专区要反着看 就是谣言都在这边 这边是需要被辟谣的专区哦 那其实我觉得林志坚 他还忘了一件事情 他在讲 同样他那个自我感觉良好 到一种很夸张的程度 他说他愿意选桃源 除了党内配合党内的布局之外 他还想要把新竹的什么公共工程 什么加入设计的什么 扩散到其他城市 我的妈 我听到那个我也吓一跳 今天检讨报告没有提你新竹棒球场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是的是的 那为什么不能提 因为因为那个就会打到郑文燦 所谓的巴德运动东西 公共工程品质的东西 郑文燦跟林志坚在同一条船上 所以真的从林志坚那一片 你就会觉得这个福在云端的林志坚 让人很难懂对不对 真的很难懂 来我们再调出那张梗图 因为当初我讲这张梗图 什么三结义这张导播 因为我当初就第一时间调出来 我真的笑了很久 在现场笑场讲不下去 因为我觉得这张实在太好笑 现在看来是个好笑 桃源三结义 你不能童年拿硕士 但但愿童年变学士 结果现在大哥大哥 对不对 你竟然先落跑 你还来指责我 你有脸讲 对不对 你自己也是学士 你有什么资格讲我 就是林志坚忍不住 要发那一大片 真的杨明你去 你搜他一大笔钱 去当他的公关 我觉得应该去请杨明 给一大笔钱值得 让杨明帮你指导 不要再继续犯错 好 张图不知道为什么 戳中我笑点 我每次讲就觉得超好笑 好来 我们再回来 再看到高嘉宇讲一个 我倒不是要讲内阁改组 他说如果 因为最近有一个人 跟林志坚一样的傲娇 这个影片曝光之后 我真是有点惊呆了 如果内阁阁员要改组 院长要一起换 应该要团进团出 比方说 内政不代理部长花敬群 等等 讲到花敬群 登了一下 有没有看到他跟李贵敏 在立法院的时候 天哪 这是怎样 大家全部都苏贞昌话了吗 我先播出一段 他们两个人 这个直询的画面 大家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我们的官员 民意代表是代表民意 立法机构是怎样 民意代表 本来监督你行政机关 是天经地义 但是我们的官员 动不动 这怎样 要离席 要教训这个民意代表 是藐视民意吗 来看看花敬群 他的表现 你满意吗 我们现在就问你说 你怎么样子确保 我们国人的个资的安全吗 其实刚 你刚讲了半天 分层负责 哪一个公司不是这样做呢 哪一个公司不是你刚才 现在讲的情形做呢 我们当然是完全依照 治安的最高规格 因为他是最高规格的 那个都是空话嘛 这绝对不是空话 这背后都是实际的作为 没有啊 你现在我才问你 你问的可能才是空话 我问 什么叫我问的是空话 你问的完全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因为你的问题 我现在问的问题 那我再重复一次 你根本就是一点也不具体 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 哪里不具体你说呀 谢谢委员 哪里 你有资格下去吗 上来 我没有下去 我在这里啊 你站到背群台上 你是什么东西呀你 你现在嚣张成这个 你现在嚣张成这个程度 我跟你讲 你不能这样子都问问题 国家的 我们的资料库 真的是用最高规格 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你把这样子当作形容词 我不能接受 不要就是说 你不知道东西 然后一副画了一个大饼 国家最高的资料库 我就是不能接受 你这种方式的行为 但你是啊 你是啊 我就是不能接受 你今天哥哥在上 你今天哥哥在上 还不能接受老百姓 其实对你是不会有加分的啦 好好好 我为什么需要加分啦 我今天帮老百姓提出来 他要疑问我为什么需要加分 我们才是真的在帮老百姓做事 做了什么事嘛 亦南的事情你解决了吗 泄露的问题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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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又来了 谢谢你 你什么事情 谢谢委员的指教 感恩 我不是到立法院来指教你的 感恩 感恩 我不是到立法院来指教你的 谢谢您 收张成这个样子 民主支持 大千 的确啊 真的很讶异 是不是 我过去 在立法院待了十几年 大概很少看到 部会首长敢 他知道他面对的是民意吗 对啊 的确而且其实你看 从 苏贞昌到 苏贞昌自己的内阁阁员 其实就像刚才秀方讲的 都已经苏贞昌化了 就大家都觉得 我就只要占到底就好了 我根本就完全不用在乎 民主的价值跟精神 就过去民进党不是没有执政过耶 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也担任立法委员 民进党的部会首长 不敢这么嚣张的 但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么嚣张 我实在是很讶异 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 也不至于这么难回答吧 需要说自己就下台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夸张的状况 这是败选崩溃最后群吗 所以我说 显然现在民进党的这些 整个整体的团队 包含内阁 都还是没有搞清楚 他们为什么败选 我觉得这才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这群人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搞清楚 包含刚才宣方讲的 你说这个郑文燦提出来的 败选检讨报告 包含林志坚所讲的话 林志坚 你当然还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因为如果当时你的论文出问题 你第一时间就鞠躬道歉 你就认了 所以这种种的问题 就没事了 就是态度的问题 本来就是了 就没事了耶 然后你整个民进党 就已经是傲慢嚣张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们凭什么讲 要帮林志坚去占清白 这个蔡英文脑袋有问题 就你难道没有搞清楚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然后你民进党要 去跟整个学术界为敌 然后一路过来都是如此 在疫苗的问题上 防疫的问题上 你跟全民为敌 然后在学术的 这个论文的问题上 在学论问题的上 你跟学术界为敌 然后甚至你在民主价值 跟金石上 你也荡然无存的 刚才这个赖清德 讲的这么憋角的英文 不就在讲democracy吗 你们凭什么讲 你们叫做DPP 你们DPP的前两个 这不是democracy progress吗 就叫做民主进步党啊 问题是 你到底哪一点 做到了民主进步 这两个字嘛 所以这才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党民 把党民改掉就好了 冰冻三尺 真的非一日之寒 就是说今天 民怨会选择在这一次 做一个重大的出口 其实是累积很久了 不晓得堆了多少 才泼了多少油 最后就一把火点起来了 可是民进党没有搞清楚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